4月12日,史诗生活剧阿批书记在京举办了隆重的首播发布会 导演贾刚写剧中主创廖金生、刘佳、池帅、碧雁军等齐其亮相 作为首部聚焦中国改革开放转折期 以描写我党优秀党员干部爱民世纪为题材的电视剧 阿批书记自开机以来就备受关注 除了强大的主创阵容以及特殊时期的爱民世纪 首创史诗生活证据也成为了该剧的一大看点 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一批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 同心的领导 阿批同志,调到我们湖北来工作 大家都很高兴啊 阿批 你们还不知道吧 陈匹显同志的小名叫阿批 毛主席都叫他阿批 我叫陈匹显,是新来的省委书记 现在要听听到好了 孩子要复习 肥电不说,没有火台,没有油,什么都不好嘛 我们红业复习功课不在家里吹蜡烛 那爸爸给他找一个好地方 火车站,那人也都不必见 抓革命,速生产 只有拉民用电,苦了老百姓 我们只想晚上点个灯 让孩子们好好地复习功课 天安妈,跟我进去 咱们好好谈一谈 这个灯亮起来的问题 我要见一下这个叫许志凡的机场 阿批书记啊 你是不颠菜篮子的 白是颠过菜篮子上街的 他都知道 这个市场供应 真是太糟糕了 今天供应100号啊 终于100号 为了我们买上鸡蛋 就下包的,所以咱们也得来 鸡蛋,鸡蛋,鸡蛋,鸡蛋 哎呀,我买了,可能四分之一 我买了 走,二位哥们 走 你们是把失败注意响脚 没饭吃 正口饭吃 养鱼 养鸭 养鸡 养牛羊 养猪 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富士基地 酷溜娱乐北京报道